中美第18次人权对话7月30日至31日在云南昆明市举行 根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上周五通报的消息 双方将在对话活动期间探讨法治、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劳工权利、少数民族权利以及其他的人权话题 美国代表团还将访问北京同官员和民间社会的代表举行讨论 据中国权力运动网站的报道 北京关押访民的黑监狱马家楼7月30日有超过3000名的访民被清空 大部分交给了地方政府带回了当地 报道说在非敏感时期如此大规模的清场估计与云南昆明中美人权对话结束 美国副国务卿乌兹拉泽亚一行将到北京考察有关 另外已经在外交部门口坚守了40天 要求参与撰写中国人权报告的请愿访民恐怕也会被清场 不过权力运动报道说30日自愿到外交部门口坚守的访民人数略有增加 7月29日湖南长沙市上迁的居民冒着40度的高温到市政府前集会抗议 要求撤销湖南省广播电台新建中波发射塔的项目 据了解湖南广播电台203台计划在长沙市芙蓉区新建高强电磁辐射中波发射塔 由于发射塔距离周围的居民小区不到200米 环境评论报告等手续不透明 当地民众担心会遭到辐射危害身体健康 抗议群众身穿白色的T恤在长沙市政府的大楼前静坐 他们还打着写着拒绝辐射塔见人亡 不愿成为下一个癌症村等内容的横幅 当局出动了数百警力暴力清场 多人被打伤十多人被抓捕 大陆维权人士滕彪7月29日在香港举行记者会批评中共当局形式拘留北京的法律学者许志勇 滕彪表示许志勇一直坚持合法和平理智非暴力的原则从事维权工作 希望能够在中共体制内用法律框架来维护公民的权利 中共当局拘押许志勇表明连这种理性温和的维权思路也不能够走下去了 滕彪认为中共当局形式拘押许志勇 只会让外界对中共体制完全失去信心 使温和派转向激进 身为法律博士的滕彪 日前与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在深圳为胡佳庆祝生日时 被当局怀疑要串谋声援许志勇而被带走问话将近三个小时